欢迎收听《斗破苍穹》第841回 由桑子播讲 天火尊者淡淡的笑着 当然了 这种说法现在基本上很少能听见了 因为这种灵魂境界 即便是一些强者 一辈子都触摸不到啊 知道为什么很多炼药师 一辈子都停留在七品阶层吗 正是因为着 灵魂境界的缘故 灵魂境界 对 萧炎的眉头紧皱 对于这个名词 他还真是从未听说过 不过 灵魂乃是生灵之根本 没有灵魂便没有一切 灵魂不灭便有着一线生机 对于这种玄傲之物 任何人都保持一种敬畏的态度 可 萧炎知道 自己的灵魂力量是不弱的 但对他却是了解的很少 而且 药老当年被抓的时候 萧炎不过才达到了五品炼药师的层次 也根本没资格去触摸什么灵魂境界 而也正是因为这般 方才令的这些年中啊 他少了药老的指导 一些与顶级炼药师有关的消息 他都是完全不知道的 而这所谓的灵魂境界 就是其一 我说这些啊 现在除了一些达到八品的炼药师之道之外呢 恐怕只有在一些古籍上 能够查得到了 天火尊者缓缓地说道 若非他并非这个时代的人 恐怕也并不能给萧炎这方面的解答 灵魂境界呢 分为四层 樊层 灵境 天境 地境 绝大多数的人 甚至八品以下的炼药师 灵魂境界大多停留在烦药 甚至八品以下的炼药师 灵魂境界大多也都停留在烦药 只不过灵魂力量各有强弱而已 而你以前也是止步在这个层次 但比寻常人强了太多了 一些七品炼药师呢 若是机缘巧合 或许便能够隐隐地触摸到灵境 而若是灵魂力量达到了这个层次 就会具备一种效果 那便是 负灵 负予丹药灵性之意啊 你应该知道八品丹药大多具备非凡的灵性 而也正是因为这种灵性 方才能够令得他们达到八品之阶啊 寻常的炼药师 不管炼药术再如何出色 若是不能复予丹药灵性 那么丹药永远都别想达到八品 天境 你应该清楚 若是九品丹药的话 灵境已是与寻常人无异 这几乎便是相当于一种创造 创造了一个生灵 这个生灵不仅赋予它灵性的需要 还要有天地之力 但想做到这一点 则需要达到这通天的天境 这个层次 想必如今大陆应该很少有人能做到了 至于地境啊 这传说的境界 连我都只是听说过 但单要品阶之尊 你应该知道 地品 我唯一能告诉你的便是这个境界 与地品丹药有所关联 而地品丹药则是与传说中的斗地 有关系啊 但是这个境界 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人未曾达到过了 画到最后 天火尊者的声音中带着些许的遗憾 然而 萧妍等人已经无法再感觉到他话语中的遗憾 几个人都被天火尊者所说的这番话 震得进入了眩晕的状态 这些所谓的灵魂境界 除了叶虫隐约中有点回忆之外 那也就是小一仙了 小一仙倒是有些茫然 他才进入斗尊没多久 论见识 根本无法和天火尊者这等老怪相比 办上之后 叶虫终于回过神来 有些懊恼的说 这个 我似乎也在一些古籍中见过这些论调 不过 却没要老先生详细啊 当初 我初见识 以为只是谬论 并没多过理睬 我叶家先祖也是一瓶八品炼药士啊 但却没有留下与这灵魂境界 又半点关系的消息 天火尊者看了萧炎眼 灵魂本就是玄之又玄的存在 一些炼药师即便机缘侥幸突破 怕也是一头雾水 以前的你并没有资格接触这种 我原以为你的老师应该和你说过这些 不过看你这样子呀 哈哈 显然是我想多了 萧炎苦笑了一声 哼 当初老师落在魂殿手里的时候 我才是五品那样是 怎么可能接触到这些消息呢 你现在的灵魂境界 应该是在机缘巧合下触摸到了灵境 至于何时能彻底进入吗 那就得看你的浮原如何了 灵魂这东西据传说远古倒是有特殊的修炼之法 称为魂迹 不过现在明显已经示传 因为连我都未曾见过那所谓的魂迹啊 灵魂还能修炼吗 萧炎满脸的不可思议 在如今的斗气大陆 灵魂只能够凭着实力的提升而提升 或者呢 服用一些特殊的天地祈宝 至于独自修炼便能提升 可是从未听说过 我都说了是远古了 天火尊者翻了翻白眼 见状萧炎苦笑的摇了摇头 修炼灵魂 这也太让人难以置信了一些吧 至于那所谓的灵境 萧炎没有太大的感觉 这一段时间的闭关疯狂练单间 他的脑袋几乎都是处于昏昏沉沉的状态 导致于后来几次的机会把七品高级丹药炼制出来 但也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的话 他也是略微察觉到有点不对劲 在炼制那些七品高级丹药的时候 他分明感觉到比以前似乎更加顺手了一些 看来 日后得找个机会好好研究一下 想要踏入八品之阶 这所谓的灵境 倒必须得参悟啊 萧炎心头陷入沉沿 天火尊者的这番话 无疑给他打开了一扇新的天地 照得现在他才明白 原来灵魂还关系到炼药师七品之后的晋级 难怪七品丹药师不少 但八品丹药师却如此罕见 恐怕一些七品丹药师 都是不知道这所谓的灵境境界吧 不过 若是能弄到一种修炼灵魂的魂迹 那就是再好不过了 有了这个东西 应该能够更加顺利的晋升灵魂境界 可惜啊 已经失传了 想到这儿 萧炎满心的遗憾 这些魂迹的遗失 或许方才导致如今的炼药师 极难踏入八品之界的主要缘故吧 不知道 那灯塔是不是有魂迹呢 能够成为无数炼药师心中的圣定 想必总该不是寻常之地吧 哎 希望此次前往圣丹城 能够有着一些关于魂迹的消息 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触 谁知道在什么时候会再次出现呢 叹息了一声 萧炎心中打定了主意 此次去圣丹城 这所谓的魂迹 也是重中之重啊 第二天 叶家大门 叶家所有族人都站于此地 目光灼热地望着前方的萧炎等人 叶家能否再次进入丹塔长老席 那就得看萧炎在这次五大家族的考核中排名如何了 如果萧炎能够成功的令叶家考核再进入前三名 那叶家就真正的能够扬眉吐气 而有了丹塔的庇护 他们也能够安心发展 虽说定然不会短时间内超越曹家等家族 但至少有了自保之力 说不定啊 日后叶家也是能出了一位和曹家曹颖那妖女相比的天才后辈 那叶家方才能够逐渐的再度崛起 并且恢复以前的荣光 叶崇对着叶家众人之手的两名老者沉声说道 老二啊 老三 此次我会随萧炎先生 等人一同前往 这叶家家门就交给你们了 老大只管放心吧 您只管在圣丹城打点 虽说我叶家逐渐没落 但毕竟在圣丹城还是有着一些关系的 叶崇叹息着点了点头 如今的叶家这不断的没落的名头 以及以往的一些关系 也是断了许多 不过所幸并非所有人都如同曹家这般不讲情意 而也正是因为这些关系 在考核两次都未曾通过后 他叶家还能勉强保持着这个名头 以及那一线生机 一旁的萧炎看了看天色 惊声说道 时间差不多了 叶崇长老 咱们走吧 经过一夜的休整 原本昨天萧炎所带来的那种耀眼的感觉 也逐渐地收敛而去 但他自己却隐隐明白 似乎如今的灵魂力量比起以往有了一些不同 如果偏要说个所以然的话 那便是如今 他的灵魂力量比以前更加富有了灵气 灵魂四大境界 似乎只是对于炼药师具备的作用 而斗气的修炼 在萧炎感觉中倒没有太大的帮助 毕竟灵魂和斗气的修炼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 或许在远古 这两种修炼之徒是殊途同归 但对于现在的斗气大陆 斗气的修炼方才是正途 灵魂的东西恐怕不仅消炎 即便一些斗尊强者 都是不能明白 怎么能够通过修炼来将之强化 听着萧炎的催促 叶崇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不过多停留 他转身 快步对着叶城略微偏北的一处广场行去 在这叶城之中 也有这一处空间虫洞 不过规模并不大 而且也并不能直达圣丹城 而必须在中途转好几次 方才能够在最后抵达目的地 此次随行的人 除了萧炎 小一仙 天火尊者三个人之外 叶家方面呢 便只有新兰和叶虫跟随 毕竟这种事情人多了也没什么用 还不如留在叶城守着基地 好一些 几个人跟着叶虫在城市中略作穿梭 十来分钟之后 就出现在那片北广场上 虽说如今叶家没落 但老虎虽受余威犹在 至少在这叶城里并没有太多势力能够挑衅叶家的地位 因此 这一处颇惹人眼馋的空间虫洞 也是属于叶家掌管 虽然 使用空间虫洞的事 叶虫早就吩咐下去了 因此 在萧炎等人进入广场的时候 这里正好是处于空旷期 萧炎一行人登上了石台 那缓缓旋转的空间虫洞就出现在众人的事件里 这叶城的空间虫洞看上去也有着几分大气的味道 不过从空间内徐徐散发而出的一些紊乱的空间波动来看 这空间虫洞已经是多年未曾维修过了 望着这空间虫洞 叶虫苦笑了一声 哎 当年我叶家辉煌时 可是有着两名斗孙强者自愿维护虫洞 但随着没落 我叶家再也请不动这等界别的强者了 倒是让极微见笑 萧炎笑着摇了摇头说 哼 没事 此次回了之后 让小医仙和药老先生出手 帮你们维护一下吧 哦 那就多谢三位了 我们动身吧 叶虫有些感激的点了点头 然后从那界中取出了一只看上去有些复杂的黑色小船 手掌摸缩了一下 然后脚步倾踏 静止走进了缓缓旋转的漆黑虫洞内 其后 萧炎等人也紧跟而上 寂静无声的空间通道中 萧炎等人闪现而出 叶虫重手一抛 那只黑色的小船就迎风暴涨 化作了一条庞大的巨船 这一条空间船倒是萧炎进入中州以来见到的最为豪华的一条了 看来 这叶虫还真是费了不少的心思 几个人身形掠上巨船 叶虫轻车熟路的在船头一处摸了摸 一圈能量光照 就延伸了出来 将船体包围而尽 远急船身一震就抖人加速 嗖的一声 对着那看不见尽头的空间虫洞 飞掠而去 叶虫并没有直达圣丹城的空间通道 所以呢 只能先前往一座名为青陵城的城市 从那里的空间虫洞 转车 才能抵达圣丹城 叶虫转过身 对着船上的消炎等人笑道 从这里到清陵城需要三天的时间 而从清陵城到圣丹城需要四天左右 所以我们怕是需要七八日之后才会抵达圣丹城啊 这期间 几位就在空间船里休息吧 里面有着单独的房间 至于操控空间船的事儿 交给我和新南便好 对于叶虫的建议 消炎等人并没有说什么 在聊了一番天之后 就各自进入船舱 找了一个房间 空间通道中赶路 那是枯燥而寂静的 不过 这对于单独修炼惯了的消炎等人 倒并未造成什么困扰 几天的赶路时间中 消炎一直都缩在房间里 研究那所谓的灵魂力量 经过当日天火尊者说的那些 消炎对于灵魂越发的好奇起来 各位好 我是桑子 欢迎加入桑子听友QQ群 326598251 326598251 跟我一起畅聊斗魄 一同感受书中之旅 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